欢迎来到绿野部罗 欢迎来到绿野部罗 我们今天就是放毒的时间了 改靠久远的开箱 是的 我们很久远开箱了 最近买了一个摊 哇 这个我可以这个 这个很好看 这个是一个A tower shelter 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它的size 它的size 是5.5米 x 3.3米 高度有2.4米 这是什么牌子呢 这是什么牌子呢 Mountain Hiker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会做一个简单的教程 它是有一个 只有一个内脏 然后它有给你四个干 然后给你很多的钉 还有很多的绳 OK 所以之前我们就放一边先 首先 你铺好这个布之前 先准备好那些干 所以它的干啊 其实有分两种 它一种你可以看到 两头是一样的 两个头前后都是这种头 OK 它是没有尖尖的 你看 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门庭干 就有尖尖的 就是好像我们的前幕干那种 对的 就是门前干咯 门前干 门庭干 门庭干 什么干就好了 啊 哇 我们整个花园 小花园都 刚刚差不多给它 铺满完了 让它长度 有logo的是前能 通常一般上有logo的是前能 所以这个是前面 所以我要把它转一转 好 OK 让它转去前落 然后 就是先下四根丁 第一根 在logo这里下 找它最corner的位置 OK OK 下面有一个绑绳的 我拿后一点 等一下那边比较多位 对 OK 一根 一定要把后面拉了 OK 完全干 然后 然后 门口的拉链 卡开它 对 对 打开一根 然后进去翻棍 就进去 队上来就好 哇 那这个是 1个星而已 1.5都没了眼睛 1个星而已 Oh my god 搞完了 算是好了 一般的 刚好塞第二根棍 整个形状就出来了 你第一次 打针锋是没有流汗的 而且这个是很晒的 很晒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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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它就会晒 看一来它就会晒 看一来它就会晒 我看那个翻棍卡 所以你一扯看它是不晒 哦 一来来 是哦 起来 起来了 看到观众朋友们 这个已经没有 没有塌下来了 两边一拉好 它就很美了 大致上 其实已经好了 对 现在 我下多两根棍下 很可怕 这个帐篷的影片 还是很短的 没有过去讲 它有很多东西讲 这个星期五 我就会拿去 给你们看它的变化 对 变化不一样的玩法 对 应该 暂时没有人家来玩啊 只有我一个 第一个 所以我上面 只要套一个双套节 压紧它 拿下来 收工 超级容易 超级这个 一个人它 我现在 你想看如果我跟其兰 两个人一起它 会更快 如果我们以后 Happy Hour Cam的时候 拿这个就开心死我 超方便 然后又够大 又舒服 蛮好玩的 而且 死下来的隐藏工 还可以来看 projector 是哦 我们最近还有 会研究一个projector 告诉我们拍给你们看 是啊 我就是为了拿projector 买这个摊 不是 错 是嘛 啊这个还有projector 啊这个还有projector 了 我本身是没有避活锁的 然后刚好我要买一个 所以我也是 答不到很多问题 再告诉你 避活锁生好玩的 而且 因为我是 family的嘛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要么里面可以放四张床 要么我不要买 是哦 是哦 里面放四张床 绝对没有问题 下午你怕车 旁边可以开 非常通风 怕晒也可以关 对 晒雨也可以关 不怕下雨 就关 OK 去冬天的地方 有烟囱给你玩 嗯 这里可以放烟囱 有防火的布料 对 防热布料 所以这里可以拍 很好哦 所以 平时我自己一个人 我不想搭这个天幕 我就骑这个就好了 缺点是什么呢 我本身觉得它的抗风力 可能会差一点啊 因为这个碳汁真的很便宜 新的碳 你在马来西亚 Shopee 买的话才六百块 很便宜的一个碳 所以很值得 我知道它抗风力 你拉个几条绳子也可以吧 对哦 可能需要它有很多风绳的位置 啊 再拉绳位置就可以了啦 你看风绳位置 所以你可能要拉一拉咯 嗯 就可以很美了我觉得 所以因为我也是第二次搭建而已 所以很多地方我还没有想到这样夹布 好像这里搭到不是很美 它那个形状不出来 所以可能要再调整一下 给它新装好一点 啊 要慢慢调整咯 嗯 爽就是 这样大一个 太美了这个 这么高 啊 很高 很高 因为我们 马来西亚的天气 你看你的手到顶 你6步啊 刚刚 你摸不到啊 我摸不到啊 你应该摸不到啊 摸不到啊 你肯定摸不到啊 然后 然后 它 我试过在中午的时候 搭建啊 它蛮抗晒的 它是完全不会热的 但是我们 我刚回到Canstic Star的时候 还不晒 那时候是大太阳中午 对对对 但是 我发觉一样东西就是 有可能会滴水啊 这个是因为它用过啊 还是什么 没有 因为它的防水胶 不是很好 所以 滴水就滴水啊 更喜欢这个位置 反正都没有人的 反正都没有人的 这里不要滴水就好了 这里我觉得 干这里可能会流一点水 你看到吗 很大 超级大 这个帐篷 你看到吗 它 已经吃完我们整个小花园的地了 很大 所以这一期 就来介绍一下 怎样搭这个MOTAN HIKER的PIN TOWER 然后还有就是介绍一下 原来有这么大的庇护所 原来有真的 原来有这么大 我们也是很好奇 对我也没有想到 我真的是屁股羊 去找一找 有没有大型的庇护所 真的有 真的有啊 所以就 OK 我满满意了这个汤 所以实际用途啊 我这个星期就会去实际用途 其实这个也是实际用途啊 因为它太容易搭 我们一家四口进去住了 用了 用了 然后有遇到狂风暴雨 在野外 什么事情都遇到了 够了 够了我们还会分享啊 对了 那个影片里面 其实我 其实我跟你讲 我应该也会去买这个 应该是我一定是买 中尺寸的 这个开大龟 它有一个是3.5米的 它有3.5米 4.5米跟5.5米 3.5米两个也很够啊 够 可是它有扣 它有扣 所以可能会 没有这样好 哦 4.5米我觉得很舒服耶 对 4.5米就少了 少了这个 这个位置而已 少了这位置 我觉得很够啊 然后我还有担心一点 就是这里会被激水 哦 因为下雨的话 这里会被激水 现在这个问题不高 我觉得你可以拿一支 POKE上去啊 不顶哦 我可能就是 换两根干 把这个推高它一点 给它在旁边漏哦 还不知道怎么玩 但我要去尝试先 so ok 我会先买一个 projector screen 挂这里啦 给它直直 直直先 啊 那我就有一百寸的电视机 在camsight 对 我们可以看 在camsight看 我们自己的影片 哈哈哈哈 哦 ok这个影片就是到这里咯 好 那喜欢我们的话 那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记得要subscribe 好 还有啊 喜欢我们的創作东西的话 你可以 感谢我们的东西作品 你可以在youtube 有一个superdance的 那个superdance 就是给我们 给我们 就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咯 因为我们做 content creator 不简单 每一个都是我们自费的 对 这些东西都是自费的 全部自费的 没有感觉的 ok 所以你们真的喜欢我们的影片 要support我们 你们可以去youtube 一个superdance 或者去Facebook 有一个是 Facebook的是那个 star 对 可以给我们star 你们Facebook 还没有给过star的人 你们可以 第一次给我们 下次不用钱了 ok 你们可以免费给我们 ok 不用钱了 ok 刚刚你讲 有一个隐藏的玩法是什么 隐藏的玩法 你要看我下个影片了 ok 对 下个影片我就送你 另外一个隐藏的玩法 如何搭配你的露营车